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天天体育 我们来关注一下首钢女兰 昨天晚上面对联赛排名第八位的黑龙江女兰 北京首钢女兰是87比59轻松取得胜利 收获了2018年的开门红 首钢女兰在2017年即将结束时 终于迎来了最奇整的阵容 当2018年的第一天到来时 我们看到了一支磨合更加充分的未免冠军 作为主教练兼队员 女科匹季炎炎将黑龙江队带到了积分榜第八的位置 不过这支年轻的球队完全不是首钢女兰的对手 第一节比赛 少婷就多次在三秒区附近接球杀入篮下 或自己得分或助攻队友得分 不断复制相似的攻击方式 也显示了球队在进攻端的游刃有余 而在防守端 首钢女兰让对手在第一节只得到了九分 整个上半场也只得到了22分 从开局大家进攻攻啊防啊都很快就占据了主动 那这样的话也是为我们的整个基战术的安排 或者说去做一些演练 也是包括让更多的球员去打打球 也是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在主力早早奠定胜局之后 主教练张云松给了年轻球员们更多锻炼的机会 后两节比赛球队在场上基本维持着一脑袋四星的阵容 其中齐宇以25分钟成为了队内出场时间最长的球员 而12分外加8个篮板的数据也值得肯定 我觉得今天自己打的还是 在我这方面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我觉得不管不看得分或者什么的吧 然后在机性上面我觉得自己挺积极的 然后我很满意 大家也是这几场打的也都比较多 然后在场上感觉越来越好 然后虽然大家都犯了一些错误吧 包括我自己这也有很多的错误 但是可能再越来越好 我相信在后面会更好 在小江门的表演时间里 手钢队一直将领先优势控制在30分左右 不过在云指导看来 这套年轻阵容的表现远没有达到要求 在前三节都竞胜对手两位数的情况下 球队在末节却以17比21属于劣势 进攻端还是比较主动的吧 那这个点我还是比较认可的 那您球员他们上场之后 并没有说在进攻上 没有说卫手卫脚 敢于去在场上发挥自己的特点 那这个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 或者值得表扬的 但是在防守和球权争夺上这方面的话 因为这东西是我们队的传统 那任何一名球员 如果你没有防守 你没有篮板 那你也很难获得稳定的上场时间 就是像老队员给我们打一很好的基础 所以说才会有我们更多的上场时间 然后但是最后一节我们输掉输掉比分 可能就是对手 对手也是年轻队员的打 如果说他的意思也就是 换成稍微抢眼对手 他还是对我们不是那么放心 没有给他更多的信心 你想让我们做得更好 去给他更多的信心吧 尽管对于比赛不是百分之百满意 但在取得新年开门红之后 全队的心情都不错 本场轮休的老将张帆 则不忘关注一下 其他场次的比赛情况 本轮过后 北京与上海依旧以16胜四负 携手领跑 本周六球队将迎来老对手 目前仅比自己少一个胜场的山西队 体育频道记者报道